说岳武将也分三期,前期第一武将是高宠,中期第一武将是陆文龙,后期第一武将是杨继州,在陆文龙尚未来到岳飞身边之前,岳云短暂地当了一段时间的岳家军武力天花板,陆文龙原是陆安州节度使陆登之子,金武术打破陆安州,陆登死战不退,为国捐躯,此时陆文龙年幼,不知家国前, 就做了金武术的义子,金武术连其父之忠勇,对陆文龙恩宠有加,更悉心传授陆文龙武功,陆文龙天赋极好,学成之后,武功大涨,远远地超过了金武术,陆文龙在完颜金弹子战死后不久,就来到了中原,刚好弥补了金弹子死后这段时间,金国武将的空缺,因为陆文龙的出现,再一次使岳家军蒙尘,给岳家军扫北带来了很大的隐患, 彼时的岳家军,由于高宠的早遭谢幕,攻城拔寨,阵前单挑的重任,就落在了岳云等一干小将的身上,为了对付陆文龙,岳飞不讲武德,居然使用了车轮战法,以武打一,来对付此时还初出茅庐的双枪陆文龙,先是渝化龙出马,与陆文龙斗过三十回合,不败而退,再是和元庆出马,与陆文龙斗了三四十回,也是平局,之后 严成芳,张献,岳云分别斗了四五十回,无一例外,都以平局收场,虽然都是平局,但是陆文龙精神倍长,丝毫没有利切的表现,由此可见,陆文龙的耐力之好,是超乎众人想象的,这也是岳飞高挂免战牌的原因,车轮战的目的,就是为了拖垮敌将的体力,消磨敌将的斗志, 为最后的生情活捉物实基础,但是,当这一招在陆文龙身上没有奏效时,岳飞心里犯愁,只好高挂免战牌,那么,岳飞为什么不亲自出战陆文龙呢?首先,岳飞作为三军主帅,为高权重,放弃主帅的身份,而与敌将放手一搏的话,需要承受很大的风险,主帅不能像步将一样,成一时匹夫之勇,而使自己陷于困境之中,第二,按书中的武力设定, 岳飞的武力是高不过岳云,张线的,以金武术为参照,岳飞打赢金武术需要七八十盒,而金武术在岳云,张线马前,都有一盒被伤的糟糕战绩,虽然事出有因,不算正常交锋,但武力差距还是很明显的,如果连大公子岳云都站不下陆文龙的话,就算岳飞亲自出战,又有几分胜算呢? 第三,两虎相争,必有一伤,岳飞不是站不下陆文龙,如果让岳云等将一拥而上的话,摆平陆文龙不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吗? 但是,如果这样去做的话,也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,主要还是担心伤了陆文龙,这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啊,岳飞想生情活捉陆文龙,为己所用,而不是想着伤害陆文龙啊,综上所述,岳飞是不会亲自出战陆文龙的, 那么您怎么看呢?